20年來第一次 嘟嘟嘴再加上圓滾滾的身體 模樣逗趣可愛 而在魚身上的洞不僅增添立體感 更是可以放燈具來增加氣氛用 這些可愛的創作 都是出自於陶藝師陳迴拳的雙手 一般的陶藝就是瓶瓶罐罐 但是魚你要把它呈現成活潑可愛 因為魚人家想像的魚是平面的 那平面的話我們把它創新 把它改成立體的 那立體的我現在就是走路生活 我會把它變成燈飾 花氣然後點燈 就是一個溫馨的陶藝的創作歷程 就是說把它改成燈飾這樣子 讓它就像河豚一樣活潑可愛生動 現任台中兒福館陶藝師的陳迴拳 這次在大甲高宮展出的創作展 是以海線地區最有名的特材 魚為主要創作題材 成品都沒有做多家的修飾 保持原本自然質樸的特性 來呈現陶藝系列的創作 大甲高宮提供這麼好的場地 發表20年來從電窯的燒製和柴燒的燒製 然後四天三夜的柴燒的變化 把20年來的這個主題呈現給大眾知道說 我們從以前有電和沒有電的時候的作品呈現 然後這20年來就是對於魚的造型來作為創作的題材這樣 上百條陶藝創作 每件作品皆是精彩有看頭 這檔可愛鬥趣的陶藝創作展 展期直到10月底 歡迎喜愛陶藝的民眾前來細細品嘗 記者王生炫台中採訪報導 今天的聲稱 就是